0.03秒绝杀 17岁中国新星暴冷击败泳坛三冠王 赛后激动落泪 北京时间12月21日消息 2021年短持游泳世锦赛结束 又一个比赛日的较量 中国17岁新星唐乾亭暴大冷 在女子100米挖泳决赛中拿到金牌 成绩是1分03秒47 赢了第二名0.03秒 雅买加传奇阿特金森冲刺法力 调出前三 无缘世锦赛四连贯 半决赛中 17岁的唐乾亭就表现出色 他游出1分03秒99 刷新女子100米挖泳的亚洲记录 决赛中 唐乾亭就是夺冠热门 阿特金森是首个 获得游泳世界冠军的黑人女性运动员 真正的非洲传奇巨星 从2014年开始 他就是该项目的金牌得主 实现了三连冠 比赛开始 唐乾亭反应不是最快 50米时 唐乾亭领先阿特金森领先0.12秒 最后冲刺 在第四道的唐乾亭率先到边 拿到冠军 把三届世锦赛冠军拉下宝座 此一赛成过半 他就领先 最终5米 3米 他拼了 几乎是同时倒边 央视解说也很激动 汉森 麦克夏里分别摘个银牌和铜牌 赛后 唐乾亭接受采访 他也能说英语 虽然不流利 但也很努力 甚至 现场的国外主持人也很开心 用中文说了恭喜 拿到冠军后 唐乾亭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激动落泪 17岁的他成为了世界冠军 中国游泳队在本次比赛 已经拿到4斤了 包括李冰杰2斤 张雨菲1斤 唐乾亭1斤 而男运动员甚至连奖牌都没有摸到 需要努力了